三星堆还出土了一些海贝 这些贝壳只能来自海洋 而四川是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 在不沿边,不靠海,不与勤赛通人烟的古蜀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来自海洋的贝壳呢? 海贝,像这类东西 古迹就是贝壳香的话都是从南方运来 不是本地生产的 这些海贝毫无疑问是海里来的 那么这种海贝有几种 其中的一种它是来源于印度洋 2007年,越南利益遗址被成功发掘 利益遗址属于逢源时期 距禁有三千多年 这些发掘出来的牙张 和中国三星堆出土的牙张极为相似 那证明就在当时来说是 现在的越南北部 就是这个范围 就是至少在这个交通贸易方面 是互相同仓的 有文化的交往的 然而在更为遥远的古希腊 我们也能找到与三星堆黄金面具 风格相似的金器 而在当下的埃及 某些部落首领 仍拿着和三星堆类似的黄金权杖 权杖 用这个杖来代表权力 是这个两河流域文明 西亚文明的特征 那么在三星堆出现这种文化现象 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某种关联 某种文化的交流 公元前138年 汉吴帝派遣张迁通使西域 由此之后丝绸之路 才逐渐被打通 这是人们公认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 然而在距今四千年的古蜀国 或许在张迁通使西域之前 就已经与西亚中东地区 取得某种联系 那么这个交流的途径 学者们也认为 就是说是通过南方四周之路 或者叫西南四周之路 就是说从成都平原出发 经过云南 然后到云南 和联合文明之间 有一种互相的交流 五千多年前 在这片神化了的土地上 三星堆人已经通过海上 与外界取得联系 并拥有了精湛的冶炼技术 他们在四周的山川河流 发现丰富的金属矿残 他们旧地取材 用夸张的想象力 制造出自己想象中的一切 并赋予他们神秘的色彩 他们给神灵准备好大象 牲出玉器等珍贵的祭祀品 巨大的作物面具和青铜丽人像 被供奉在高高的神坛上 大祭司身穿法衣 赤脚登上祭坛 挥舞法器 祭求神灵保佑 然而 这些他有神性色彩的青铜人像 为何后来被他们焚烧后 匆匆盯弃与埋入泥土 那一刻 究竟发生了什么